第五点规定一堆但是不够透明 你要自己去找去问 不然你就潜意就受损了 不知道 他只会跟你讲一切符合规定 然后打电话去陆军司令部才知道他在唬烂 所以刚进去的时候被拗被骗 他只会说符合规定 你乖乖当白痴吧 这个其实 我觉得基层的人员对于相关规范 你本来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规定都放在桌上 对不对 内部管理规定 人事作业规定 人事教犯 警卫请务规定 这个部队训练大纲 什么都直接摊在你身上 甚至陆军坐在药缸 相关的准则都摆在你桌上 你觉得有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这个只能经过长年累月的不但累积之后 你才会变得更厉害 所以我刚下部队的时候 我也是很多规定都不懂 要不是那时候连长叫我去备准则 我可能现在不叫罗准则 对啊 真的是被电过来才慢慢的成长 那你说我一开始就对内部管理规定很熟悉 没有 我是接了人事之后 才硬是要去读这些规定 才把这些规定都弄得滚瓜烂熟的 所以我对于人事相关规定 君募 君募我可能比较不清楚一点 不然人事的相关规定 其实我都很清楚 我都非常清楚 而且在历练的过程当中担任指揮职或者是担任主官职或主管职的时候都是要用这些规定去管理你的部队所以你对规定只会越来越熟悉 所以有一些基层的人员你说刚到部队的时候长官都说什么什么你不知道这是正常的 那你觉得比较有问题或者跟其他人讨论之后你觉得怎么不一样你就要去找规定 因为真的很多部队就是我还记得我一个班长 我还记得我一个班长姓李住在民间 我记得有时候阿兵哥问他问题我就在旁边我是他的长官我在旁边他都还可以跟跟阿兵哥说你自己不会去找我怪我了 你知道那种态度吗 不是说一些资深事官一定都会这样可能是他的口头禅的那我这个人呢是绝对会把相关规定都直接说出来让他们去参考 我不会骗人啦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依法行政的人规定说了什么你就怎么做那你要把规定让人家知道啊例如我今天说我是用人事教办里面的服装遗容规定来承除你头发过场你也要跟他讲规定啊不然他其实也不知道你要叫他去找他从何早起我问你啦一个下士一个二兵你叫他去问人事官说这个人事内部管理规定你不是叫他去找死吗你叫一个二兵去 去营部找人事官问他说包括人事官你可以给我内部管理规定吗你觉得有可能吗你一个连长去找营部的人事官他都不太想理你的你叫一个二兵去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当一个官要有官格你今天要用什么规范来管理部队你就把那个规范说出来又会怎么样如果你把规范说出来人家还觉得哇我们连长好厉害喔 什么样的出处是从哪一条规范出来的他都知道人家都对你很敬仰嘛你每次说自己去找规定那我问你干嘛是不是有一种更惨的就是他讲的连长讲的跟陆军事定部回应的不一样那整个就打枪你连长嘛你在我这个眼里也没有任何地位了我还记得啊 前年的时候我制作过一部影片里面有说事官杜导长不懂规定嘛对不对他的就很明显他竟然要求他是一个旅籍的事官杜导长他竟然要求他全旅的女性的事官兵全部把头发剪到耳下三公分请问我们国军的任何规定里面有这一项吗如果没有这一项你的依据是什么你一个事官杜导长 你下达这个命令你的依据在哪里我们军人所有下达的每一个命令都是有依据不是说你今天想下什么那你干脆去反攻大陆好了你想下达什么规定按照你自己想你就下那你去反攻大陆不然就是你就是没有按照规定嘛只靠你一张嘴那就是现在的事官一切都不想按照规定就是规定我也不懂反正我说的就算因为我在这里最资深 如果你还用这种态度去面对你的部队我跟你讲事官制度一定会失败你一定要有个依据去支撑你去管理部队我跟大家说所有的公家单位公家单位我说所有的公家包含总统府我跟你讲国军的规定是规范的最严格最细的因为他是国家的军队如果一个手持武器的军队 你规范是这么松散的话这个部队也不能打战了他就一盘散沙了所以所有公家基督官里面就是国军的规定是最严格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国军没有规范他任何一项事情都有规范连我们板凳要做二分之一都在我们人事法规里面的军人礼节里面的生活规范里面就说板凳要做二分之一连这个都有规范 不是班长随便乱讲的不是班长说所有人屁股做二分之一你以为他乱讲那都是有规定的虽然这么小板凳做板凳这件事情也有规定所以你就知道国军所有东西都有规定那你如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官你要管理你的部队把规范说出来其实无伤大雅反正你都知道嘛你才这样要求人家因为你要有依据嘛对你说叫人家每天晚上挂文杖 阿兵哥说报告连长那么热我不要那你就把规定拿出来那不管你规定嘛对不对夜间旧情的这个夜间旧情的规定是什么就跟他写就跟他讲嘛你怕什么所有国军相关都有规范你怕什么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第五点他说的这个真的有些部队真的是这样我不可否认有一些长官对规定都不熟悉 我之前曾跟大家讲有一个校长被我打枪打到在全校面前跟我道歉因为他规定就是不熟嘛他准则非常的不熟悉嘛然后呢但是他是我的校长他是我的这个主任啊中心主任嘛但是他规定就是不熟啊他甚至有一次哦还当着全不止一次好像只有一次是当着全校的面前啊他有跟我道歉好几次就是因为他规定不熟他当着全校的人员面前 军士官官员险柜员学员声韩替代艺面前跟我道歉所以你就是要规定准则是多么重要的你一定要熟悉不然你根本没有依据可以下达命令所以呢也希望国军的干部呢都可以收睹准则收睹准则好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长官很喜欢做表面 他的脸比什么都重要 我举例 之前去接教招 招元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跟着 招元还没来 招元的衣服尺寸都不知道 但是后天长官要来看 叫我们去把衣服都发下去 这事情反应过只垂了一句 可是指挥官说 然后就都发下去 隔一天又说招元干部阶级绣错阶级 叫我们把招元干部的衣服 回收回来去绣 然后长官说看起来很满意 招元来了之后 发现尺寸都不对 全部回收回来 全部都拆掉 这个在军中是经常发生 做白宫这种事 是经常发生 因为有一些长官 他不会看过程 他只要结果 所以就会发生说 整个过程是杂乱无章的 只呈现了最后的结果 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真的是非常的精准 他这个人很会举例子 就像刚才赞少一样 他很会举例子 他举这个例子 真的是目前教育召集 所遇到的一个困扰 第一个 我们先说了 招元的衣服尺寸 为什么不对 这个是第一个 你一定想说 我们之前在这个 召集令发下去之后 召集令既送到家之后 不是都有电话连法